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明朝全網最詳細長黎散華週80集955S綜藝 超低配置重複循環輪切拒絕複雜 明朝向你要折制要不要抽 關於1.2版以後角色規劃的建議 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一期長黎單C的配對 相信大家已經看了不少說長黎是T0的視頻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對於長黎單C配對的討論還是喋喋不休 還是沒有像安可散華紀元莫特菲 今夕冤舞一樣的成熟配對 那麼今天 UMA就給大家帶來長黎和散華的配對 先說下這個配對的好處 如果你沒有練安可的情況下 散華就可以有地方就業了 就算你有練安可 也可以把安可暗組長黎散華分成兩個隊去使用 這樣做的好處是 由於暗組屬於雙C中的-C 對於武器是有要求的 相比之下散華對於武器的要求較低 因此在只有一把訓刀的情況下 和長黎散華的配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的那進入軸的教學前 我們先來講一下使用此軸需要知道的長黎的小知識 首先長黎在釋放E的時候 只要快速切人 就可以讓切出來的角色在地面上 而不是上天 這一點在暖肌走的第一輪是比較重要的 接著 長黎在使用E 快速切人放技能以後 我們只要切一下長黎 長黎就可以立馬自動釋放針 不需要我們進行多餘的點擊動作 也就是說 我們的二號位在釋放技能以後 只要切回一號位一下 就可以立馬切到三號位了 針會在後台自動釋放 緊接著 在我們變奏長黎入場時 短按平A會使用蔥 並獲得一點彌火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的話 只能在天聖平A或者進行下落攻擊 但是 如果我們釋放蔥獲得離火後 立馬使用E技能 就可以達到快速落地的同時 獲得心眼的效果 說完了關於長黎必要的小知識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隊伍面板配置 首先在本軸當中 在120秒內 我們可以打出伍德的輸出 也就是說 一個循環在23秒到25秒左右 關於長黎的面板等級沒有突破 因此技能都是8級 命座也是沒有的 閃滑的面板方面 我們共鳴效率只要130就夠了 武器的選擇上用的60級的不歸孤軍 技能等級是升到6級 命座只有4點 缺少了關鍵的5、6連 但是沒有關係 就算沒有5鏈的斜奏額外回復 也不會影響我們120秒5輪輸出的旋轉 因此就算你是0命的閃滑 也可以使用磁軸 如果有5鏈 有切部分的地方可以縮軸而已 最後是維里奈 共鳴效率 其實在你使用針的時候 插一下維里奈的3A 甚至不需要什麼公鳴效率 但是保險起見 建議有200%以上的公鳴效率 或者你有 OK我們戰鬥開始了 先說一下這個軸是非常重複的 開局我們先 長離翼 這個時候切的一定要快啊 長離翼以後緊接著 散滑1RZ 這也是重機喔 然後我們切到長離 切一下然後維里奈直接打演奏就行了 然後這邊變奏散滑1ZQ 然後變奏長離 這樣持滿buff以後 我們採用AEAEA GQZRZ 這樣打滿那個離火嘛 打滿離火 然後我們ZRZ 這個就相當於是第一輪了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第一輪相當於用了24秒 我可以進入第二輪 第二輪先變奏散滑1RZ 然後長離AAAE 然後再A 其實這個中間可以參加一個維里奈的3A 這是為了我們第三輪回能做準備的 然後後面其實就不用了 只有這一輪比較特殊 那這邊還是維里奈打完血之後變奏散滑1Q 然後變奏長離AAEA GQZRZ 可以看出來輸出的手法基本和剛才那一輪是沒什麼區別的 然後第三輪的話其實跟第二輪完全一樣 只不過我們維里奈不需要偷那個3A了 我們這邊還是 長離AA 然後長離EA 然後維里奈打斜奏 變奏散滑1Q 然後變奏長離AEAE 去個QZRZ 然後第四耳的話 跟第三耳 變奏了一樣 其實沒什麼好說 其實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 可以看到維里奈 其實直接變奏長離 這也是OK的 然後 我們再直接秒切 回 散滑 然後再變奏一次成立 這樣的話其實可以省一個E 這樣我們長離 在下一個循環之後 其實是不需要AA的 但為了容錯綠的話 就要考慮到閃遞啊 這些內容啊 我這邊還是選擇了AA的這種方式 OK可以看到是在 95秒拿下了 武藏凶鹿 甚至1.2還沒出呢 就已經爆料出了1.3版本的 五星奶媽 首按人 以及四星角色 又胡的消息 因此 二號的森塔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接下來的三個角色 該如何規劃 首先在開始規劃前 我們要知道的是 這三個角色的定位 香里奧是一個導電屬性的主C 澤姿則是忍寧屬性的副C 而首按人則是爆料出是一個 眼射屬性的奶媽 由於每個玩家的帳號BOX 首先第一種情況就是 銀鈴池子根本沒有碰 武器池子也沒有抽的玩家 對於這種情況 UMA是強烈 無建議 培養香里奧的 就算香里奧是一個白送的五星角色 由於他使用的武器是B甲的緣故 我們基本90%以上的玩家 都是沒有練過這類武器的 因此 如果你要用香里奧 必定要面臨湊專武的情況 並且 銀鈴的演奏BUFF 導電屬性 傷害加深 和共鳴 還是同樣沒有銀鈴的情況下 摺織的重要性就顯現了出來 摺織的演奏效果 有著共鳴技能 傷害加深的效果 我們要知道的是 今期80%的傷害類型都是共鳴技能傷害 因此 對比銀鈴的共鳴解放 傷害加深 摺織有著巨大的優勢 並且 銀鈴想要觸發協同攻擊 需要達滿審判值 而摺織只需要像莫特匪一樣 使用共鳴解放 就可以輕鬆進行後台的協同攻擊 這使得 摺織操作難度對比銀鈴來說 更低的同時 大大加快了疊曹光的速度 而冤武就不用我多說了 這個角色只能作為一個過渡角色進行使用 由於起1.2秒才可以 進行一次協同攻擊的緣故 導致冤武的曹光疊加會慢於銀鈴和摺織 並且冤武沒有一點傷害和buff的特點 導致隊伍有時會出現傷害不夠的情況 還有一點題外話就是 雖然和摺織的配對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在使用安可這個角色的話 或者是不武精或者輕音的話 那麼非常建議大家抽取 摺織的0加1 這樣一把武器可以給 摺織和安可兩個人使用 並且大大的補強了精細的配對 好了接下來說一下 已經抽了銀鈴 我們就 沒有必要去給摺織抽這個專武了 首先 已知安可 可以使用銀鈴專武 其次 安可可以使用摺織專武 那麼得出結論 摺織也可以使用銀鈴專武 秒啦 buff 好了 回歸正題 很顯然這個等式並不成立 摺織是不是 配銀鈴專武的 由於銀鈴專武 只有在共鳴技能造成傷害時 才有效果 且持續時間極短的緣故 要比自己的專武差得太多 但為什麼無碼說 也沒必要抽取這個武器呢 原因在於 明朝向來不會給 協同攻擊角色 過高的倍率 究其原因是 由於協同攻擊 普遍 低戰場 時間的緣故 如果傷害太高會導致強度失衡 因此 摺織在使用銀鈴專武的情況下 給精細補強也完全夠用了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 手愛人這個角色 經過一系列對於明朝來說 很尋常的不尋常操作 明朝官方也是在1.2前爆掉了 1.3的角色手愛人 這個角色會是一個 眼色屬性的奶媽型角色 通過網上的不確定情報爆料 該角色有著增傷的同時 疑似有減傷或者扛打斷的能力 這個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但不論如何 烏麻今天要強調一點 一定不要把所有資源都投入到1.2版本當中 我們現在的隊伍普遍都已經成形了 缺少主C的情況可以說是幾乎不存在了 但是 我們的每一個配對 基本都需要勞模為理耐 這就導致了我們奶媽眼症不足的問題 就算有白子這個四星奶媽的下位替代 也不足以支撐咱們三個配對的需求 更何況白子的操作手感 稀碎 完全和維以奈不在一個梯隊了 因此 這個角色絕對是一個必抽型的角色 由於維以奈優秀的演奏速度以及增傷機制 吳馬認為這個角色不一定會比維以奈厲害 但是絕對 對我